难忘的是草原民族风 老年相亲有多现实 大妈相亲早老伴 开口第一要求年薪必须达到三十万 被大爷对得不敢还嘴呀 今天相亲的好大妈呢 今年四十四岁 至今未婚 开了一家养生馆 年收入在十万左右 她不仅经济条件奔小康 而且小日子过得是相当滋润 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开直播唱歌 好大妈不仅会唱 而且还十分有才 就连唱歌呢 必须都得是原创的 记得东城 大学生 难忘那乡里相亲 记得远去的 这小歌一唱啊 气质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相信呢 离红应该是不远了 这又会赚钱 又有才华的好大妈 咋就成大龄僧女呢 可能跟她的职偶条件 脱不开关系 不仅要责任心 事业心 家庭条件也要好 重点是怎么个好法 那好大妈有自己的杠杠 我觉得要是说一个男人 要是说一年赚不到三十万 那她就别 别娶媳妇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入不了我的眼 大爷们 那听懂了没 年薪至少三十万 否则免谈了 根据好大妈的职偶条件 童娘还真给找了个 家庭条件十分优渥的刘大爷 今年48岁的刘大爷 是公务员出身的 家庭条件也不差 没成想 刘大爷一进门 就被好大妈给认出来了 慢点 走吧走吧 这谁这么大龄啊 哎呀 这宝贝 你咋来了呢 这次市场上买菜呢 相亲都能碰上熟人 缘分呢 好多年没见面了 六七岁的时候 我们就在一起 这不正好吗 知根知底的 好大妈说了 跟刘大爷六七岁的时候 就在一起玩了 也算是青梅竹马的吧 二十年前 那好大妈外出打工 俩人才断了联系 哎 这次再见面 说不定就是 辞来的缘分呢 那既然都认识 也就没有必要再介绍了 他们知道的 可能比红娘都多 对于刘大爷为啥来相亲 好大妈很好奇 离了啊 还是 可人家刘大爷不想谈 别提用了 用啥 就是离了 为了转移话题 刘大爷把话题 转到了好大妈身上 一句接一句地 进入了审判阶段 对面一直还担着呢 那担着呢 担不着呢 没有合适的呀 啥叫合适的 就是 有职人心的 必喝酒 必喝大酒 有家人心的 有学生的 有学生的 然后收入还得高的 你说这二十是不是挺难找的 这样子 这还用问吗 确实不好找啊 看来得找媳妇 还是得趁年轻找啊 咱越老成本还越高的 刘大爷听完好大妈的择偶条件 也打开了画架子 要求这东西吧 你不能哪有世界师妹的 对不对 那没办法 你要求这个要求 你要是人家要求人家就 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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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还不一定 还不一定顺心 你这顺心的调节还不一定好 挺毛病的 那刘大爷劝好大妈 要求不要太高了 毕竟自己也老大不小了 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这一年30万哪那么好赚呢 我觉得这刘大爷说的对啊 啥就合适的 就是有知人心的 必喝酒 必喝大酒 那个有 那好大妈听了表示不服 自己要求已经够低的了 再这样的就真入不了眼了 刘大爷一听小情绪上来了 收入还得高的 你说这样是不是挺难找的 你这要是要求这东西吧 你不能哪有世界师妹的 对不对 那没办法 我得要服务这条件 你要是 经历过感情挫折的刘大爷 是越说越上火 干脆给好大妈开了个 终身受益的情感小课堂 找对上的标准你知道吗 不是说 你看条件好的人不一定好 你看人好的条件还不一定好 就有很多东西 都是挺有矛盾的东西 但是你去分析一下嘛 谁能陪你走到脑的人那才是 其实话说的很 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走在一起是缘分 一起走着才是幸福 下课后 好大妈的听后感是 他都对 因为他是哥也不敢不听 对 话说回来 刘大爷那绝对是人间清醒啊 谈到自己找对象的要求 那确实实在 说到这儿呢 还不忘暗示一下这个大龄老妹 最后刘大爷表态 跟这个好大妈太熟了 不适合谈朋友 还是当老妹比较好 好吧 既然没谈成 红娘接着又给好大妈 介绍了卖鱼的刘大爷 刘大爷靠卖鱼尾声 一听是卖鱼的 那好大妈兴致上来了 表示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吃鱼 刘大爷赶紧投其所好 这鱼就是说实话 是我一个 每次当中最喜欢吃的一个 一道菜 拿手的是怎么做呀 蒸 蒸啊 红烧 对 你喜欢吃啥鱼 然后家常炖法 我喜欢吃那个胖的鱼 有时间我再来 我给你拿点 你给我炖一炖我尝尝 行 想吃鱼这还不好说呀 关键是收入咋样啊 那收入怎么样啊 收入 今天这次买卖不咋的好 凉了 年轻三十万 指定是不可能了 那就谈谈房子吧 在白城有几套房 就一套房 买卖就是辛苦钱 现在就这样事的 头一年那好挣 头一年一年盯着三年都得 后边刘大爷也说了 虽然现在因为疫情是收入少了 但是往年一年顶三年很轻松啊 刘大爷问好大妈 为啥这么优秀就剩下了呢 这确实大实话 要求有那么点高温 接下来好大妈 又把自己的择偶条件说了一遍 刘大爷表示 自己一年干下来 还能剩个十来个儿 多了也没有 我那就是 喜欢职任心强点的 然后职任就是 事业心重点 这样的男人 就是我觉得 这就是我的目标吧 然后还有要有经济基础的 是不是 对 经济基础 我的经济反正这一年就是 十来万块钱 十万块钱左右 经济条件问清楚了 好大妈又回到比较关心的 刘大爷家的房子上 那个房子是多少瓶的 七十多瓶 七十多瓶 电梯房吗还是 老楼 买的早 虽然刘大爷吃苦又能干 但是咱们的好大妈 还是觉得差那么一点 就目前来看 刘大爷的年薪 三十万还差不牢少呢 我感觉就是对于我 就是目标来讲 还是差了点 最后俩人留了个联系方式 就拜拜了 我觉得这留不留的 就那么回事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 这种老年相亲 点个关注再走 要是能长按点在三秒钟 那就跟给力了